歡迎收看國民大會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我是余美人 那麼今天的國民大會 要跟各位來分析一下 股票有好多種 今天要講的是標股啟示錄 我們聽過有水餃股 有雞幽股 有什麼藍籌股 甚至有一種叫腰股 反常必有腰 什麼是腰股 待會要來告訴你一下 好 首先第一位是世聰 大家好 傑銘 大家好 清華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憲政兄 大家好 還有財新專家王榮旭先生 你好 大家好 首先我們想要問一下 光學股獲利 普葬 什麼 破破 結果的葬是驚人 沒錯 我們可以看到說 為什麼5塊而已 起到這樣 今年台北股市最漲的一個 最標的一個族群 莫非是光學股莫屬 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目前給大家列出來的 像亞光 玉金光 聯伊光 你看今年以來的漲幅 亞光275% 玉金光257% 聯伊光194% 新金光168% 然後加零是72% 這是因為最近跌下來 如果不是以最近的收盤價來算的話 有的漲幅更誇張 譬如說其中當然代表的股票 就是玉金光 我們給大家看玉金光 玉金光其實在今年年初 或是去年年底的時候才40幾塊 今年年初到62塊多 你看到年底的時候 曾經一度飆到561塊 這個漲幅實在有夠驚人 如果你沒有確切的知道說 它的營運狀況的話 很多人報了其實你也報不住 這是因為行情好還是因為高差 我覺得是因為行情非常好 而且它有一個很夢幻的題材 就是蘋果的iPhone的這個題材 我們知道說事實上新任的 金管會主委孤立雄上台之後 他就說要好好的去查一查 今年的這些標股 這些腰股 是不是有人為炒作 或是牽制到所謂內線的 交易的這個狀況 他要好好查一查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來講 今年漲了非常多的玉金光這檔股票 他也不是說真的完全沒有基本面 我們知道說事實上 他跟大力光目前都是蘋果主要的 供應鏡頭廠商之一 當然大力光是首選 玉金光就是第二人選 玉金光的話事實上 他們的幾個重要的人物就是 陳天慶跟陳天樹他們兄弟 尤其現在陳天慶是 玉金光的董事長 他們兄弟接手他爸爸的公司 他爸爸當初的公司的話 營運其實不是很好 還負債3000萬左右 而且他們當時是做所謂的 那個所謂玻璃鏡頭 那一開始做玻璃鏡頭的時候 因為營運不是很好 所以後來他就覺得說 我們要進行一個轉型的動作 轉型要怎麼轉型 他們後來就認為說 要轉往塑膠鏡頭 塑膠鏡頭的話 一開始研發 他說一開始研發的時候 因為當時沒有技術 他說都是他們自己研發出來的 所以陳天樹 陳天慶兄弟說 他們光是在廠房 就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 後來把整個怎麼設計模具 怎麼設計這個伸展流程 寫了三本書 寫了三本書之後 一開始那時候 那個所謂的橡膠 塑膠鏡片還是沒人用 為什麼後來會開始看到曙光 是因為1999年的時候 他們在跟這個業界在聊天的時候 他們說現在很多廠商都要開始研發 這種在相機裡面內牽所謂鏡頭 在相機裡面建鏡頭 在手機內建鏡頭 但是手機內建鏡頭 不可能用玻璃 因為玻璃太厚 所以他一定會用塑膠 所以他毅然決然就說 好 那我把過去所有的玻璃的產線 全部換成是開始做塑膠鏡片 因為開始做塑膠鏡片之後 一開始的時候2002年 2003年 那時候我們知道那時候照相機 這個數位相機熱賣 所以那時候的玻璃鏡頭大賺 結果他是因為這樣 他就錯過那一段黃金歲月 他根本沒有賺到 但是他因為一直深耕在塑膠鏡面這一塊 所以後來很多廠商就看到說 要開始把相機內建到手機 對 的時候就開始看上這支股票 那支股票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他還比大力光 還要更早打入蘋果的供應鏈 所以一開始打入蘋果供應鏈的時候 他也是因為生產的產品不錯 為什麼後來會輸給大力光 主要是因為大力光 產能擴充的比他更快 產能擴充比他更快的時候 他就等於是產能壓在他後面 加上說後來大力光的獲利很好 他就開始不斷的深耕技術 所以使得原本是 技術的那個程度就拉開了 原本是玉環光跟大力光不相上下 後來就變成是大力光 一直獨秀的這個狀況 所以你在講說 他的營運也是經歷過好幾年的 不好不好這樣的狀況 所以你看他去年年底的時候 才跌到四十幾塊 因為跌到四十幾塊 是因為每年都大虧 今年會好是因為 聽說他又回到了iPhone X的供應鏈 iPhone X的供應鏈的話 技術難度很高 所以又因為這樣的一個題材 又讓他整個股價往上 大幅的攀升系 不過坦白講這有點離譜 就是一賺五塊而已 飆了五倍 有夢最美 所以變成一個 從本益比到本夢比 而且這一支股票 因為他的股本很小 所以他在過去已經連續兩次都是 怎麼上去怎麼下來 不過你看他現在被打到390 但是今天又漲了對不對 對 今天又漲停板 未來還是看好他 是嗎 因為他是有點軋空的味道 就是說有人看他就看不順眼 因為他漲太多 所以一直去放空他 所以造成他也有一點軋空的一個狀況 就看他後面這個融券是增加還是減少 如果大家繼續放空他 搞不好再漲起來 金黃 最近很多警示的這種股票 真的提醒觀眾朋友要注意 你不要再賺到錢 不過你今天好好看 你比較不會料到錢 對 之前有另外一支 也是被列為警示股的 就是這個有小上銀支撐的 工序機類股的其中之一的值得 這個值得是在8月下旬的時候 因為他那6個營業日怎麼樣 他的漲幅到超過32% 所以被列為警示股 但其實值得在今年6月1號的時候 股價大概是53塊 可是你看來到今天 他的價格大概已經也跑到 大概收盤85塊左右 所以他在當時 你看到那時候列為警示股的時候 是76塊 可是到今天你看 我們9月多在談他的時候 他其實價格還是到了85塊 他也還是在金金漲的狀況 那講到值得就要講說 那值得到底是做什麼 那我們剛剛就說他是小上銀 所以你就知道他做的是工具機 但他做的是線性滑軌 他的這個創辦人其實是夫妻檔 一個是總經理許明哲 然後跟他的董事長叫陳立芬 那麼這對夫妻檔 其實很有趣是說 這個許明哲是陳大工程畢業之後 到德國去留學念書 念機械控制 去念書的時候剛好遇到誰 遇到他的老婆陳立芬 那他老婆念的跟他又不一樣 他老婆念的是西洋藝術士 可是這兩個人在德國 就是一拍即合 你知道來電了之後 就陷入了愛河之中 德國也蓋不住 對 可是當時許明哲 念那個碩士學位 你知道花了幾年的時間 因為德國人在學術研究真的很嚴謹 他碩士學位就念了六年的時間 所以他碩士學位念完之後 他想說那我還要繼續念博士嗎 他想說好啊 我再念下去 那時間太長了 所以那時候許明哲就放棄 決定怎麼樣了 他就要去轉入到業界裡面去 所以他當初轉入到業界的時候 是1994年的時候 他跟一個德國的公司一起合開 當時他們做的是大型的線性滑軌 他覺得那個裡面有市場 可是後來許明哲慢慢注意到說 微型的比較小的線性滑軌 用的比較機密儀器的 他應該也有市場 他就跟他的合作夥伴提出做建議 結果沒想到他的夥伴怎樣 那個德國商因為比較大 他覺得我現在行李做好了 我為什麼要理你 所以他就不理許明哲的建議 所以許明哲說好吧 那你竟然不理我 反正我也賺到一些錢了 來... 他的微型是多微型 3mm 對 很小 3mm的線性滑軌 你以後那個機器人 有時候稍微吹出去時都需要這個 對 比較小型那種要很精密 對 所以許明哲當初就怎麼樣 他就是在1999年的時候 決定跟他的太太一起回國創業 回台灣來就是要供 這個所謂的微型線性滑軌 因為他也是要跟市場上其他廠商做區隔出來 所以在成大育成中心待了一段時間之後 2004年他們就要到南科去設廠 就是要供這微型線性滑軌的市場 而確實在他切出的微型線性滑軌市場 他也真的是越做越好 他現在已經做到就是全世界 他是在前三大的供應商之一 所以他們確實也是闖出自己的一片天出來 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說 他們Focus的領域其實就是在線性滑軌 但是在當時自動化的需求 其實跟現在比起來還是有差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談到一個 很重要的事情叫什麼 就是機器人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就是說 很多包括中國的人工的價格上漲很多 大家都要自動化設備取代 大家要自動化設備取代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線性滑軌 就是它一個很重要的需求 可是它跟上銀是有區隔的 因為上銀做的是比較大尺寸的線性滑軌 而值得供的是比較微型的線性滑軌 所以對於那種半導體的設備 或是那種藥廠的器材檢查設備 對於這個值得來說 它都有很大的空間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就是說 對值得來講 它今年EPS大概是上看 大概是3.5塊左右 體質好不好 它體質 公司的體質還可以 這個標股有沒有正常嗎 以它目前的價格反映起來 其實也是比較高 所以還是要看著它未來市場的需求 因為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未來有沒有比較有 那種機器人產業裡面 需要應用到微型的線性滑軌的比例 那個才決定它未來的商 防它的營業額會再往上提升 朋友 我們已經說兩項 一個是光學 哪裡光買沒有 其他的光學都跟著水漲傳高 再來是機器人的題材 再來是我們總是打拚要吃藥吧 沒有打拚吃藥 吃不好也像吃薄對不對 也吃得飽 所以藥一定是賺錢的行李 是不是這樣 這個股票說真的跌破大家的眼鏡 因為今年以來 其實沒有什麼人在講生計股 今年以來就是漲電子股 要不然就漲機器人概念股 說真的值得已經很會漲了 50幾塊漲到890塊 但是你看這個北極新 北極新它是從7月21塊漲到 這個9月20號已經漲到快90塊了 其實它最近是漲過100塊了 這個已經是漲了四五倍了 那這個股票其實在7月之前 狀況是很慘的 怎麼樣慘了 它原本股價掛牌的時候是150塊 跌跌跌跌到21塊 為什麼跌到21塊 因為它的新要臨床三期 是解盲沒有過關 解盲沒有過關大家覺得沒有希望 但是他們公司繼續要研發 說這個藥他把他自己這個藥 跟其他的藥合併再去做實驗 但是人體試驗要花很多錢 所以錢一直燒燒燒 燒到上半年公司只剩下6000多萬現金 這麼大的公司剩下6000多萬 那怎麼做呢 還有它的每股進值在上半年 財報出來只剩下1.1 1.1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說把公司清算掉 這個每一股的價值 就1塊1而已 所以他到7月初的時候要辦這個現增 現金增資沒有人要認 連原始的大股東也有兩個說不要認 後來就是他們另外一個大股東叫做鄭文 鄭文我想大家就知道 做網通的大廠 鄭文就把他全部的股權 全部就是要的全部認下來 為什麼鄭文他要認這個股權 鄭文真的這麼厲害嗎 真的會知道說後面一定會漲嗎 我不認為是這樣 原因應該是在於說鄭文他們有一個 這個會任這一家公司的股權 背後有一個故事 就是說鄭文他的董事長叫陳宏文 那鄭文他董事長的爸爸 就陳宏文的爸爸 這個之前就是得了肝癌 醫生判定只剩下6個月的生命而已 他到處巡返民醫 但是都不好 後來他朋友就是有投資北極新 所以他透過管道就拿到了北極新的藥 讓他這個父親服用 這個針打下去之後 他有一個肝癌的指數 原本正常人是10以上 他爸爸是1萬多 所以這個是很嚴重 那針打下去之後 又從1萬多增加到2萬多 看起來好像這個病情更加嚴重 但是其實3個月之後 整個指數降下來 甚至降到只有1而已 所以他就認為說 鄭文的老闆就認為說 這個要有效 因為我把自己的爸爸拿來做人體實驗 對不對 你沒辦法 就是死馬當活馬醫了 真的死馬當活馬醫 真的讓他試了之後 他覺得真的有效 所以他才敢認 要不然市場上沒人敢認 但是認了之後 你看他大賺 為什麼這個股票長成這樣 會不會是炒作起來了 那也未必 因為他的狀況跟郁金光 跟這個值得都不太一樣 就是說他的藥 最近獲得美國FDA的一個 快速審核的一個資格 同意他治療肝癌的試驗 要進行一二期的臨床試驗 一個藥研發到跨越到這個門檻 其實路很長 對 尤其是美國FDA 美國FDA它是全球 可以說是最高標準的 如果他讓你做這個試驗 而且是關鍵試驗的話 那就是肯定說你這個藥 有他的某一種程度的一個療效 而且他是更特殊的就是說 他一期臨床試驗 結果出來之後 他這個FDA跟他講 你只要再做一次的關鍵試驗 你就可以直接申請藥證 那 職工藥證 對 藥證就是之前 正常要做一二三 要做三期 他只要在這個一期做完 再做二期就好了 就可以直接申請藥證 所以表示就是說這個藥 似乎看起來有點曙光 台版特斯拉 對 特斯拉是全球 最厲害的電動車 加一次電可以跑400公里 現在我們台灣也有 比特斯拉更厲害的公司 我們說在股票市場有一句話叫 群魔亂舞必有妖孽 就是說一群族股票在漲的時候 有些是真的 有些是假的 當然這家公司到底是妖孽 是騙子還是真實 當然不能說他騙子 因為曾經有人就說他是騙子 還被他提告 這家公司大家一定沒注意到 因為真的是一個很冷門的公司 它叫做純森 好 聽這個名字 完全聽不出來這家公司在幹嘛 好 我們先看這個股票 為什麼談這件事情 因為它短線從25塊漲到50塊 就短短的只有三個月時間 就漲了一倍 如果說它是 如果你算到2011年的話 20年的時候股價只有5塊錢 現在股價是50塊 所以它漲的將近有 哇 真的很驚人的數字 為什麼他最近突然之間那麼兇猛 他做了兩件事情 第一件是他現在已經開始開放 認購他的電動車 他的電動車取個非常厲害的名字 叫做Thunder Power 像雷一樣的力量 但是到目前為止 還只是一個原型車 在台北曾經有跑過 跑得比慢跑還慢 但是他很有信心 好 我們來現在談自己家公司 他背後到底怎麼回事 因為如果他是騙子 這家公司就沒有存在價值 如果他是真的 真的加一次電可以跑650公里的話 將來這支股票可能是不得了 他到底是賣面還是賣車的 好 重點來這邊 因為他以前 就是他併購了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其實已經是 就是雞蛋水膠股 在以前也改過四次名字 所以我也不要說哪個名字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因為當時他一直沒有營收進來 所以金管會就要求他說 你是不是應該下市 因為沒有這個收入來源 他說我的車子現在還在幹省 還在這個江西還在坐 我當然沒有營收 我怎麼會有營收 但是金管會很硬 他說不管你沒有營收 就讓你下市 然後你知道零機一動 他就跑去台中開了一個麵店 拿那個麵店的營收灌進來 灌了1萬塊 厲害吧 有1萬塊就是有營收 這也沒什麼 曾經有一個生技公司 買了一個胖達人麵包 把胖達人麵包的錢灌進來 股票還飆了一塌糊塗 好 這個在 而且重點是 我要講這件事情 原因是因為 他有一個獨董非常厲害 他獨董我講這個名字 可能在我們金融業都知道 他叫做吳玉成 吳玉成是前我們政棋局的局長 這個人竟然是他的獨董 而且有人就問他說 你們這家公司拿麵店的錢 來灌進這個公司 當作營收這樣好不好 這吳玉成還說高招 因為我的車子還沒上市 我沒有營收 那你既然要我營收 那我就直接灌營收給你 但是談到這個人 這個老闆叫做神偉 神偉如果仔細解讀他 他可真的是有兩把刷子的 我們知道之前有一檔股票 就是靖勇 打到全額交割股 再漲上來翻倍 然後這個就是正威老闆 郭台強把他買下來 這一回合他賺翻了 靖勇是被突英阻擊 打到全額交割股 他去做重組 把他做起來了 還賣給了郭台強 那些股票又很羞猛 而且我還記得一個人 叫胡鴻九 胡鴻九當時法院是判不了 太電他有掏空 最後一個關鍵的信 出來胡鴻九就認罪了 也是這個人 這個省委 他就寫了一個關鍵信 當時他是太豐行的董事長 所以他過去其實在資本市場 還真是有兩把刷子 人家號稱他叫重組之王 可是從來沒有看過他自己 去借殼上市 這家公司在2001年買進來的 原本做了各式工具機 也做什麼都做 他就用這家公司做一個殼 他也做增資 然後去買了將近有150個專利權 這個價值也是不菲 也是台比有大概上百億 好 我們說重點 重點事情是 他說2019他的車要上市 是的 這就是重點 我們知道他現在因為很急 為什麼很急呢 工場就讓我們看看 對 他說他的技術很高超 底板是自己設計的 他的電池包比特斯拉少150公斤 還有他整個車子是全鋁合金 還用鋁錨金去做的 所以車的重量比特斯拉還好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技術在歐洲是有的 但底盤當然很好奇 電動車最關鍵的就是底盤 像特斯拉底盤一開始也是用別人的 也不是自己研發 他說沒問題 他在這個江西 已經跟江西政府了 已經做完底盤 好 還是說一句話 取摸亂我必有妖孽 但是到底是妖孽還是神 就等到2019 到底商桌包有沒有出來 所以才是借機用人對不對 看不懂的事情先暫緩一下 但是我們很好奇的 人世間有一種點心很好吃 叫莎琪瑪 有一檔股票叫美琪瑪 這是什麼東西 很多人看到美琪瑪以為它是食品股 它在做莎琪瑪的 但是美琪瑪它是化工股 而且它已經苦手含咬18年了 在過去來講 它的業績很爛 就普普通通 就是這種一般的傳產股 它也沒有說 說店長不肥 又又不會肥那種公司 不過在今年它發了 發了最主要原因就是 我們目前看到的 所有的燃油車不管是汽油 還是柴油的車子 目前來講全世界各個國家 都開始在做限制 包括大陸說 來 你明年開始 你如果要賣燃油車 你要有多少比例的電動車 然後到2030年 所有的燃油車全部都要取消掉 你想想看 從幾年前 大概我看有7 8年吧 油電混合 你就知道說電已經要開始取代油了 對 那這個政策已經在 它做電磁的喔 它做電磁的 它做電磁 最主要做電磁的鎮級的材料 因為我們所有的電動車 那個卡車是很省的 最主要拚都拚電磁 到底你是400公里 或是我都一千兩百公里 現在大陸有一間 我可以三天拚一次 所以這個電磁有夠拚 不過你電磁裡面 你拚是你拚的 到我沒辦法 因為我是做材料 我供應給你是鎮級的材料 所以不管你是什麼電磁廠 都需要我這個材料 對 所以它比較安全的地方 是在這裡 如果它本身 它是做鋰電磁的話 那要特別小心 我們有一家已經掛掉了 鋰電磁已經掛掉了 所以你看它的一個試用範圍 它整個在鋰電磁的那個菇 菇的原料大漲 結果它占全球用量的5% 所以這也算是有份量了 對 其實理論上來講 如果照以前的話 像這樣的一個消息出來 應該是要跌才對 因為原料大漲 你的庫存是有賺 問題是你以後你的成本 如果沒有辦法轉價的話 你就死 但是這一次不是 這一次是因為大家認為 未來是缺貨會長期性的 所以變成說 加上因為它是特斯拉的 這個間接供應商 對 它的子公司 是跟日本合作 佔百分之50 這家公司是特斯拉的供應商 所以特斯拉還為了這樣子 到美其馬這邊來看它的工廠 然後順便也吃台灣的殺雞馬 所以朋友 這條你要看 我們的節目很多細節 都告訴你未來的趨勢 對 歐洲2030年 全部禁售燃油車 對 要不用自動跟BMW 都是用電池了 全部 全世界所有的車 所以如果一世人立志 要在加油站打工 你可能要考慮 因為你要不要用加油 加電 這都要改變了 所以各位朋友了解嗎 這是未來的世界 對 電子原料缺貨會持續下去 所以持續下去 這間就正了 對 你說今年的第二季 你看那個年成長是7.85倍 年成長跟去年 這個第二季跟去年的第二季 成長7.85倍 賺1.24 好 假設未來每一季都這樣子 那麼今年應該差不多 3塊多 4塊 但它的股價已經領先反應了 從7月3號43塊 然後到9月6號144 這樣漲了多少 漲了3.43倍 所以我覺得這檔股票 它的整個基本面應該是好的 但是你要等到它拉回來 因為連大股東都在偷偷的賣 他們覺得很久 不要說這樣 花得這麼多錢 所以不少賣多 所以等拉回來再買 好 再來就是要跟你說 我認識一個人 只是我當時真的沒有想到 他後來會變成金管會的主管 顧立雄 主任委員 顧立雄 主任委員 所以他到底要告訴我們 怎麼賺錢 權政這是什麼東西 朋友 這一定要了解 待會兒回來告訴你 好 顧立雄挺權政 到底我們應該怎麼來看 這一波的權政好不好 問一下 快點 這要怎麼買 這個這樣 我們這樣看 我們先從這個字卡來看 因為我們 現在最近大家最瘋的 就是剛剛我們提到的玉金光 但是玉金光一般賞戶 其實也不太敢買 大力光穩穩的 但是大力光穩穩的 我們買不了 五六百萬 所以有時候其實我們可以利用 這種權政小錢來玩大力光 但是你可以做波段 譬如說像大力光在這個 8月10號到8月24號 這裡有小漲一段對不對 那同樣的 如果你去買權政的話 權政也跟著大力光 也是一樣小漲一段 但是這兩個標的 漲起來就不一樣 我們看上面這個試算的圖 好啦 來啦 王先生 對不起 把你的故事拿來用一下 好不好 王先生 買20張大力光 OK 什麼統一74購03 對 他這個權政他都是這樣講的 統一就是統一證券發行的 74購就是認購權政 認購權政就是買多的 那你不要買錯了 你看多大力光你不要買成售 認售權政那個就是看空的了 所以第一個你現在要搞清楚 買購 要買購 如果你看多就是買購 後面就是代號 開始說 你如果要買20張大力光 我們怎麼會有那個錢 不可能 除了四聰以外 我們現場也會有人自在購 對不對 四聰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全證 四聰是買這個 四聰是買這個 來 我們看這一排 四聰是買這個 四聰如果要買這個 20張就要一億了 如果像我們一般 像我的話我就買下面全證就好了 下面全證你看它成交價 大力光應該五千多塊 全證只有1.1 1.1你要20張總成交金額才花了2萬多 這樣你就可以參與大力光的行情了 等你賣出的時候 其實8月10號到8月10號 因為那天 我們的四聰就拿5千幾萬 去買20張 所以他花1億760萬 我們因為只能買全證 所以我們花2萬2千8百塊 買全證 好 再來時間來到8月20日 14天2禮拜之後 OK 現在我們的四聰 因為他就有錢 對不對 對 然後四聰最後是賺 到8月24號的時候賺了2千多萬 但是他的投資報酬率只有11.5% 有沒有 重點是在這個投資報酬率 你看全證的投資報酬率是多少 全證是等於從1.1%到1.76% 所以我從2萬2千8%漲到3萬5千2% 所以我就賺了1萬2千4% 對 雖然只賺1萬多 但是因為他投入成本也少 所以報酬率有54% 那你有錢的人可不可以也做這個 可以啊 你一次買1千張 哦 那就不得了了 對啊 才兩個禮拜的時間啊 那你五成的報酬率 兩個禮拜的時間那個報酬率是很高啊 我有點難過 不然我小時候哭哩最久都沒有阿婆這個 以前我又一個同事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翻本的 大家記不記得在2004年的時候 當時319槍擊案 那邊很快的 股票就要整百萬 然後他大概在一個月裡面 就是用全證的方式 30萬30萬很快的 兩個月就把它撞回來了 但是大家操作全證 我認為大家就是還是要小心 因為這個東西是會歸零的 因為他有到期日 他跟股票不一樣 股票你倒掉的 你就可以說要不然我就抱著 抱到有一天等他解套 這個全證他有到期日 大概是多久 我們可以自己設嗎 還是 不是 他一發行的時候 就會給你一個到期日 你要記住 這個到期日很重要 我有一個同事 也是因為沒有記好到期日 他一遍就了一百萬 怎麼說 因為他以為到期日還沒有到 突然有一個禮拜他發現 他全證那價格越來越便宜 價格越來越便宜 他就把它買下去 而且越買越多買了一百萬 結果 假日變零了 因為到期日到了 他以為還有半年的時間 一百萬就不去了 所以到期日很重要 我都跟我朋友講 投資人講就是說 不要放到到期 因為這種全證 其實是你跟自營商對賭 自營商當莊家 然後你去跟他對賭 你去賭漲後跌 會不會超過那個價格 全證不會超過一個禮拜 全證是做比較短線 對 都做很短 對 就做一個價差就好 是 OK 好 不要放著 做全證的風險非常大 所以你要做全證之前 你一定要想清楚 除非是短線 你很確定說短線它會漲會跌 會漲你就買全證 會跌你就買認售全證 這是一個方式 我們現在講的一個故事是 一個太老的故事 他叫普松坡 他原本是從泰國來到台灣之後 娶了當地一個鄉長的女兒 因為一開始在太老 我們都覺得說 他的這個社會低位比較低 然後他在台灣只能做這種電焊工 做電焊工的時候 他覺得說對不起這個家人 他想要好好的幫他這個老婆 就是讓他過好日子 所以他後來就去借 那個時候有現金卡 用現金卡去借錢 然後去買股票 結果沒想到遇到 剛才榮旭講了 2004年的這個319槍擊案之後 股票大跌 完全就沒有錢了 沒有錢怎麼辦 他就開始工作 工作 工作 工作一直到2010年的時候 把那些卡再還清楚之後 他身體又出狀況 沒辦法工作 他後來就想說那我要怎麼翻身 他就開始在做權證 你看他從2010年左右的話 他只有5萬塊的現金 加上5萬塊是老婆給他的 3萬塊是他自己的退休金 所以他曾經投資股票 100多萬賠光退出股市 後來靠8萬本金 這8萬本金裡面 其實有3萬是老婆支持的 他自己只有5萬 他沒有支持他5萬 他自己3萬 自己只有3萬 OK 好 然後所以他靠權證 他就是從2011年開始嗎 對 2011年開始 開始從權證8萬 8萬一路往上賺 賺到目前為止 號稱有千萬的這個身家 我們來講說他到底是怎麼賺 我給大家看一個實際的例子 這個實際的例子 他的說法是這樣 他用的叫做所謂布林通道 然後創新高 創新低 什麼叫布林通道 布林通道其實是一種技術分析 技術分析他就 如果你打他的這個英文名叫Bband Bband的話他會有兩條線 兩條線的話就是在測試所謂 他的這個預測他未來的走勢圖 他就說假設這兩條線 開始合而為一的時候 收縮在一起的時候 表示他會有大行情出現 大行情到底是往上往下不知道 他說好 如果這個收縮到尾端的時候 出現一根長紅 他就開始買這一檔的權證 買權證 對 因為表示他要動了 動了之後就開始買權證 然後就一路這樣往上報上去 就是他操作的這個方式 我們再看他另外一檔標的路是華雅科 你看他他也是一樣 布林通道一直收縮 收到最後的時候 突然放量 放量往上漲 他就開始去買權證 所以他的操作方式是一樣 跌的時候就反過來 布林通道收縮到最後的時候 假設收縮到最後的時候 開始往下跌 你就賣用這個認售權證 你知道他怎麼賺 他一開始的話 他是把資金分成三比 分成三比就是說 假設我有100萬 我要買這個認購權證的時候 我是先第一筆進去買 進去買了之後 如果真的我看對了 他再往上漲的時候 譬如說我看對方向 他真的往上漲了 我一開始去買第一筆對不對 再往上漲的時候我就加碼 然後再往上漲的時候我就加碼 他就是逢高去加碼 萬一看錯往下跌怎麼辦 他就會反向去買認售權證 把他鎖住 這樣就不會賠大錢 所以這也是可以操作方式 或者是說他未到高檔的時候 他可能判斷說這邊是高檔的時候 他可以反向再買認售權證 等於是說把他多空單鎖住之後 他就享有這樣的獲利 這是他的操作方式 可以公投資人做一個參考 這樣子他賺了多少錢 從8萬塊到1000萬 因為他中間 我跟他講 權證就是你不斷的玩短線 不斷的玩短線 短線 短線 短線這樣 這樣累積那麼多 因為剛好他碰到多頭行情 這幾年行情不錯 所以我是覺得說 權證要多頭有確切的行情的時候 你可以做權證的股票 尤其是他很適合那種 本小的那種投資人 天啊 所以他只要在泰勞圈開獎座 就滿了 對啊 他現在每個月還可以賺50萬到80萬 他住在羅東 不過權證因為他的風險很大 因為以前有一個廣告詞叫做 以小博大損失有限 獲利無窮 大家覺得說權證沒有風險 其實權證他是以小博大 風險很大 所以一般所有我們的券商 都有上兩個小時的課 不用錢 所以我建議 如果你想要跨入這個門口 你去上課 先上課 兩個小時不用錢 免得到時候你怨顧力熊 都拜不及對不對 傑銘 38歲小資男 如何靠操作ETF不用盯盤 5年累積千萬身價 這是我們製作人 製作團隊最需要的 對 他叫谷家環 他現在年38歲 他以前是一個就是電子專科生 然後曾經在電子業擔任工程師 我們說工程師好聽 其實就是類似作業員 一個月薪水兩萬八 然後在當時他26歲 他覺得我這樣子一輩子翻不了身 我們知道在2006年 在油價是最兇猛的市場 他是就跟一般人 他就是買基金 然後買了霸凌東歐 那時候霸凌東歐是最紅的基金 那個很可怕 有些朋友在過去這幾年 就那幾年玩霸凌東歐 是獲利是好幾十倍的 然後他也賺到前頭 他只是拿了幾十萬的本而已 結果短短時間兩年之內 賺了一百多萬 很開心 他說人生就要從這邊開始 所以他就把他的工作辭掉 轉到這個就是人壽公司 因為這樣可以更接觸到 金融業的商品 但是我們也沒想到 來個金融海嘯 然後他也沒有來得及賣掉 結果這一百萬沒有賺到 反而倒推了百分之五十 贏了個負債 所以他要趕快努力工作 他是付兩百萬 變成是一千萬的年輕人 因為那次東歐的市場 讓他覺得他殺在最低點 他得到一件事情是說 原來股票市場是有漲有跌的 就是漲的時候你沒有賣掉 殺就殺在最低點 其實也不要難過 我的客人 大部分買就一定要買在最高點 賣一定要賣在最低點 這就是投資本來就該做的事情 講實在一點 他就突然覺悟一件事情是 如果漲了我可以賺到 跌我要賺到 而且我要加倍賺可不可以 我們介紹一個商品 這商品沒有像全證這麼風險大 它叫做ETF ETF簡稱就是指數型基金 也就是說 如果你看好台灣加權指數 你就可以買台灣加權50 或者買台灣加權指數 如果你看好中國股市你可以買 那中國股市多了 什麼上升A50 護身100 什麼一大堆的 那都是指數 他跳跌一定的股票 但是因為他當時買東 我發現俄羅斯股票 那個波動非常的驚人 他說那如果他漲的時候 我也可以賺到呢 他跌的時候我也要賺呢 所以他就開始研究現行 他有 我們就講最近的 為什麼他賺這麼多錢 我們知道在2016年的時候 就是這個去年的時候 俄羅斯因為石油價格不再破底 2015年油價破底 俄羅斯很慘 2016俄羅斯大漲了60幾個百分點 大概68個百分點 他從技術現行看起來 加油價還有這個美國經濟起來的時候 他在2015年底就把他的資產 大概200多萬 就砸到那個俄羅斯的基金 那你知道他槓桿倍數抓幾倍嗎 三倍 那你看如果是他是抓六 他就完600萬 對 就600萬沒錯 但是今年年初的時候 俄羅斯現行翻黑 他馬上把這個 正三倍的ETF俄羅斯 把他收起來 就以前的錯誤不再犯 他反手做什麼你知道 做俄羅斯放空三倍槓桿 那我們知道今年年初的時候 一直到今年6月份 俄羅斯又打來跌了 差不多有10 20個百分點 三倍又賺了68 那最近他又看到 俄羅斯的狀況好了 他又開始俄羅斯 再三倍這個往上走高 所以他完全不盯盤 他完全看技術指標 只要技術指標跌破季線 大盤指數跌破季線 他就反手用ETF三倍 負三倍去賺錢 所以他得到一個經驗是 他現在都銀行做理專了 他說一句話 不要跟股票市場談戀愛 他喜歡的時候就愛他 不喜歡的時候 倒踢他一把 漲也要賺 跌更要賺 天啊 不過坦白講 這是適合一種 就是說你的膽比較肥的人 懂嗎 去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膽都有點萎縮的人 就不需要做這個對不對 有 他還是有下功夫 槓桿三倍 對 槓桿三倍 很猛 一般我們都做到兩倍 就很厲害了 是啊 這個一賠就賠死了 做錯方向賠死了 對 18年不賠怎麼做到 對 所以有人要怕急 有人要找急 有一些人他18年 他只有做極檔股票 你做股票有兩種做法 剛才那種是冒險的錢 但做股票如果要賺回來 做投資 投資就是說不可能 早上種重複 晚上就要燒起來煮火鍋 沒關係 你要看就是看3年5年10年 他就奉行巴菲特的一個投資原則 價值型的投資 巴菲特講了一個名言說 如果一支股票 你不敢報10年 那你連10分鐘都不要 所以他就開始去研究 那研究股票 剛開始研究的時候 因為他本來在化工工 在這個電子公司上班 後來又到塑險公司 當到物理 所以他在研究的過程就想說 那我要從哪邊研究 從我內行的研究 我的敵人 因為以前他有一家敵對的公司 叫華麗 3010的華麗 華麗他就去研究他 因為他對他很熟 本身他本身有哪些know how 他的競爭力怎樣 他就研究發現華麗這家股票非常好 這家股票過去平均每年 差不多獲利差不多4塊到4塊半 而且非常非常的穩定 所以他第一支他買的就是華麗這檔股票 也因為是他的過去的一個競爭的對手 所以他對競爭對手的一些 種種的都非常的了解 因為從華麗他又拉到了長華 所以他在過去他一年只研究一檔股票 他說他可以忍 他只要覺得那一檔股票是值得投資 值得長報 他要忍耐到他的買點 他有時候可以忍到三年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講的很多股票 300多塊可以不買 不能買 但如果100多塊可以不買 可以買 我就等你 我就一直等 我用青春換明天 我就等你兩年 等你三年 等到那個價格好的時候 我才買進 所以他買的股票就是 本一筆都10倍到12倍 所以胡連你看不得了 胡連是從多少 從38塊一直抱抱抱 抱到150 茂順從22塊一直抱抱到多少 抱到80塊 茂順做那個瓶蓋的油風的東西 那種東西都是非常穩定的 對 300 200 他都是這樣賺 他現在每年他的股息 差不多200萬到300萬 平均一塊25萬 很好貴 他現在兩叔叔 真的吃七分 吃鳳梨米香花團 都不用做事了 是 這是因為你剛才說 因為年輕才可以 我拿青春賭明天 對不對 到我這個年紀 我願意用明天換青春 所以各種投資心法 還是跟你的年齡 個性有關係的 別忘了人家是每個月 讀兩本財經書 對 而且他股票 他也不是說永遠常報 他三個月 六個月 還會去看一下 看他的財報他有沒有變化 他的戶層有沒有被攻破 他的高科技有沒有變成 落後科技等等 這樣10年賺10倍 所以到底萬點的潛力股在哪裡 怎麼賭 不是 怎麼選 我們不鼓勵賭 OK 待會兒回來告訴你 好 各位 每一個來賓都要報股票了 好嗎 注意聽 來 世聰 我們因為萬點以上來說的話 相對指數空間是不大 但是個股其實還是有表現空間 我們講幾個未來的明星產業 一個是電動車 因為剛才七七仙哥也講到 電動車是未來幾年的發展 尤其最近 特斯拉他要推出這種新的貨卡車 所以等於是特斯拉 他的車種越來越多 加上說 包括說 中國大陸積極發展電動車 歐美都在發展電動車之下 這個電動車的相關的零組件 還是值得大家觀察 所以這四間都電動車 上面的康普跟聚合兩檔是電動車 電動車最重要的零組件就是電池 電池有四大電池的關鍵零組件 一個是正極材料 一個是負極材料 一個是隔離膜 一個是電解液 目前國內有在做正極材料 像剛才憲哥講到 美其馬就是正極材料 康普他是另外一家 做正極材料的公司 聚合呢 聚合他是做隔離膜 隔離膜是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材料中間 有正負極的東西 他要中間把它隔開 不然兩個燒爬電 所以這個聚合這種所謂的 隔離膜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值得 大家中長線來觀察 因為這個業績不只是金明兩年 是未來五六年的長線 五六年長線的話 大家買法可能就是 漲很多 你就等到拉回 譬如說有拉回到季線 大家設定季線 六十日線的這個位置 亮縮了 大家都可以用這個時間點去買 下面這兩支股票 一個是晶電 一個是融創 他是做什麼 做LED 如果你都漲很多了 你根本不敢買的話 就買很低的很低的股票 晶電跟融創在今年 如果你仔細去看 他今年根本就沒有漲 指數暢萬點 他們還在底部這邊打混 為什麼這樣 因為過去LED非常糟糕 從今年開始LED已經開始落底了 落底不說未來有一個題材 因為我們知道最近的iPhone X 不是因為他這個OLED的面板 大缺貨嗎 OLED的面板的話 這個蘋果就非常生氣 所以他決定說 他要加速下一代面板技術 下一代面板技術叫做MicroLED MicroLED的話 目前國內有在做兩檔公司 一個就是晶電 一個是融創 所以我覺得這兩檔公司的中長期 尤其在底部 我覺得也值得大家留意 好 OK 傑銘 我介紹的都是高價股 一個叫智威 可能如果在股票市場久了 一定聽了智威 因為他曾經在2014年 飆到674塊 最低曾經跌到大概只剩下100多塊 最近股票已經開始往上發動 他是台灣少有的VR 文創股 因為他覺得他現在做什麼東西 雲霄飛車不用在外面玩 在劇院裡面玩 他在歐洲 一樣很刺激 對 一樣很刺激 而且很感動 在歐洲最大的 第二大的就是EURO PARK 就是遊樂園 很誇張 一天來了1萬多人 然後看到這個數字也讓他嚇人 所以他的毛利一口氣 飆到48個百分點 營收比去年增長一倍以上 現在他在西班牙 而且你知道這個設備 刮風下雨 那個遊樂園不用關門 真的 尤其知道 我們在歐洲到冬天是很冷的 一樣 人潮很多 而且他現在已經開始 在現在歐洲有四個體感的劇院 他就拿下三個 因為他收門票的 所以他未來的獲利會持續增長 智威股票也持續增長 第一個就是我們說的指紋辨識器 全世界為二的作品 第一個就是蘋果 蘋果竟然用台灣的就很了不起 但是蘋果用的是主動性電容 這個技術一完之後 全世界別想再做了 但神頓覺得在2017年 他覺得這個未來一定會 對於安全很在乎 所以他花了八年看 這樣沒有賺錢 然後發展被動式電容 最近他併了一家晶片公司 從所謂的權力金變成真的晶片 你想想看以後不論是門禁 或者是手錶 手機 你全部都要用指紋辨識 他會到多少 難得最近跌下來 可以稍微留意 OK 好 榮旭呢 我看兩檔 這兩檔股票其實都是低價的股票 比較接地氣 因為最近融資其實已經在進場 我們就怕你給我們報了一個地下室的 不一定 最近低價的股票其實是很會漲的 其實像美琪那些都是從低價漲起來 第一個我們先看這個瓶蓋的股票 最近這些瓶蓋的股票都是跌 只有少數像嘉年益這種股票在漲 做什麼 這軟板 做軟板它的特殊在哪裡 它是做蘋果手錶 Apple Watch Apple Watch的軟板 Apple Watch我認為它的一個銷量應該會不錯 因為今年的Apple Watch跟過去不一樣 因為我自己也是國粉 我也戴Apple Watch 但是Apple Watch以前的是不能打電話的 你一定要跟你的手機配合在一起 這個對男生有一點點麻煩 美人姐可能不知道 你可能手機都放包包 我們男生都沒有在帶包包的 就直接放口袋 放口袋走路的時候就很卡 你知道嗎 很卡 所以以後如果說Apple Watch 是可以打電話的 那我就帶手錶出去就好了 不一定要帶 它這多少 現在就二十幾塊而已 對啊 因為它機起很低 現在就叫你買大力光 買什麼浴金光你也買不下去 這不是貴不貴的問題 而是積極高跟低的問題 第二個國光森 這是生技股 國光森它是做流感疫苗的 現在的時間已經逐漸冷了 所以現在其實是流感疫苗的 耗發旺季開始來了 所以現在已經開始準備要出貨 出這種流感疫苗的貨 所以會有一波行情 對 如果你家裡有小孩 你就知道最近學校 已經開始通知要打了 對 OK 二幾塊好像買得去 我推薦的是5G的概念股 因為我們在節目上介紹過 5G實際是未來的時代 一定會走到的那個部分 鴻海集團這個部分 其實也佈局了很久 他們有個紅通掏略中心 有200個工程師研發 就在做這件事情 但是鴻海旗下有兩家子公司 一家是建漢 一家是台昂 他們也都在佈局跟5G有關的 但在這裡面 你知道它佈局有多深 尤其是台昂的部分 為什麼我們這樣講 因為在5G 我們不是說它速度要很快嗎 速度要很快 所以它頻段要走得比較高 它至少是6GHz起跳 事實上在這次3GPP的會議裡面 已經討論到說 要把那個30GHz到100GHz 那種更高頻段的那個裡面 都把它列進去到5G裡面的參考 所以這個所謂的高頻段 它的使用就變得很重要 在高頻段裡面 它的波長用的是什麼 它的波長所使用的是什麼 大概是差不多1毫米到10毫米之間 簡單說它的波長很短 很短 所以它速度才會很快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關於毫米波的應用 就非常的重要 那麼在這裡面 台陽它就有優勢 為什麼 台陽過去做的是幹嘛 跟衛星通訊有關的設備 跟衛星通訊有關的設備 就會造成什麼現象 就會變成說 在使用的時候 台陽會幹嘛 就是說衛星通訊有關的部分 所以它本來走的 就是KA那一段比較高的頻譜 再加上台陽在2012年的時候 這是5G概念股了 對 上面台陽跟晶漢 都是5G概念股 你看台陽的股價 大概從那個大概20幾塊 然後今年大概漲到30幾塊 但是這個股價在這個區間裡面 其實都還好 因為它真的爆發的時間還沒有來 就像我們剛剛講 台陽其實它是有優勢的 有優勢 然後再加上它做事 所謂比較高頻段 速度比較快 特別是它在2010年左右 買了兩家公司 在美國買一家 在丹麥買一家 這兩家公司 都讓它在所謂的發射的那個部分 它也有優勢 所以為什麼說它爆量時間還沒有來 是因為5G的規格都還沒訂完 5G三大規格 我們在節目中有講過 才剛訂完第一個而已 另外兩個標準規格訂完要年底 今年底到明年初的時候 所以它真的會比較明顯 成長的時間點 應該會是在2020年左右的時間 憲哥 你來推薦一檔 我們年底會有年終獎金好不好 好 待會回來 好 回到現場 要跟各位還是囉嗦一句 投資是有一定風險 過去的績效不代表未來的獲利 好不好 個人業力自己承擔 然後你買股票之前 還是要先問過你的老師 不只是你的 你的那個什麼什麼股票老師 你的八字老師也要問 西負也要問 好不好 有沒有比較穩的 有 我們台灣會說 穩穩的賺比較不散 最主要我們看未來的願景 也就是說你不以趨勢為敵 不以大盤作對 但未來的趨勢 我們今天跟各位介紹的 就是剛剛講了很多的 電動車的一個概念 電動車裡面有一個CIS 就是影像感測器 影像感測器過去4顆 未來會變20顆 你看它的成長力度有多大 目前來講他們的接單 也就能見度 都已經看到明年的上半年 明年的上半年 你都不用安心嗎 這個是產業面 個別股來講 這個勝利這檔股票 它的去年 它的前年是賺9塊4毛7 去年賺9塊4毛1 配7塊4毛9 這老闆就有夠大方的 上半年4塊1毛8 對 今年我預估 應該也在10塊左右 目前這個價格 差不多270左右 我覺得有點貴 因為27倍 如果能夠拉回來220左右 到200附近 就20倍應該是可以 另外我們來看晶圓店 這支比較少 這支等一下20幾塊而已 而且外資從今年的5月 一路買 買到現在還在買 前年去年差不多2塊5毛6 1塊9毛8 平均2塊上下 去年還配1塊8 才20塊 本一筆 本一筆差不多20幾倍 它今年上半年0.98 我們預估它今年應該 就要2塊多一點點 那如果這樣的話 它拉回來差不多25塊以下 應該也是一個 滿好的一個切入點 原則上不要買得太貴 但是它的前景